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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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则分散 闻则之德相 观察德相不全知过法 断断和断断分了这三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闻则的德相 这里面我们听说《深圣空性法》 听说者专门有个法相 如果这个法相不具责的话 有很多的过失 如果发生剧度的话 那么他所听到的这个法有很大的意义 因此我们在《深圣空性法》当中 讲这个闻则的功德之后 自己具备剧度应该衡量自己 广泛的相当无恶的道理 但是这个无恶的道理应该非常深 因此一般的事件上的这些大部分的人 他也都不能直接退入 那么要是能退入的话 他需要哪些条件呢 因为我们真正的《深圣空性道理》 必须要有一个依靠三知识来色素 但是三知识来色素的话呢 三知识也说必须要观察这个人 具不具足这个法相 如果不具足法相的话呢 他都不具足这个色素 因此这个《深圣空性法》就是回答说 知识会求语 所谓闻法器 不便所得得 也非语闻则 他在一字面上的意思的话呢 就是这个闻则呢 需要有三种条件 第一个是知识 然后是具有智慧 还有那个求证是应该的 这三个是闻则的条件 就是所谓这个 如果这三个具足的话呢 所谓这个闻法器 就是今天空性法门的这个法器 如果具足这三种功德的话呢 不便所得的 那么他呢 对这个所法则呢 本来也有很多这个法相 本来这个所法则呢 有很多法相 如果这个文字 如果这个文字呢 具足这三种条件的话呢 他都不会这个 所谓那个所法则呢 就是这个德相判为这个过失文 就是如果这个文字呢 就是有这样的法相的话呢 他这个对这个所法则呢 就是不会这个 他的功德变为这个过失啊 就是过失啊 就是过失 也非语闻则就是 然后这个也并不是这个 对文字来说 也并不是这个有这些过失的 比如说说 说法则呢 就是基督对象功德的话呢 那么对这个文字呢 本来是具足条件的 他反而具足条件的 或者是本来具足条件的 反而说这个 不具足条件 也不会这样说的 因此呢 如果这个文字 具足这些功德的话呢 那么这个 对所法则 也是不会这个做博士的 然后所法则呢 就是对文字 也是不会这个做博士的 就是这个意思 那他这里这个 列书呢 就是也可以这样讲吧 然后我们这个 这个观说的话呢 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空性的这个法门呢 就是非常难懂 首先呢 就是我们也知道 这个空性的法门是非常难语的 一般的这个 没有一定的这个 福报的人呢 也是这个遇不到的 然后这个 如果遇到了这个空性的法门呢 但是也一般的这个众生呢 也是得不到的 必须要有一个这个文字的这种法相啊 就是必须要有个文字的法相 如果不记住文字的这种法相的话呢 他没有资格听出这个空性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说是真摯 真摯也可以说 或者是智者吧 就是什么叫做智者呢 就是在自己的相续当中 贪心和嗔心为少少 对自众方面和对自众的贪心不重 然后呢 对他中没有这个态恨心 就像这里面中观心论中观禁要论当中所讲的那样 就是对自众没有过于的贪心 而进来如果对宗派有过于的贪心的话 那他永远也是得不到涅槃 得不到真实的证悟 所以他真意的意思就是说 第一个人恨正直 这是他可以这样讲 我们这个听出者呢 他需要一个什么条件呢 就是第一个就是 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人格 就是他这个人呢 就是自来自去 就是并不是好像那个 就是对贪执自放 然后是诚恨他方 或者是说话不真实 这个心思就不清净 就是不是这样的 第一个呢 就是必须要有一个真摯这种人格 就是孟洛伦波及的《二规教言》当中 也是再三地讲那个智子的功德吧 这是第一个条件 想要自己呢也具不具足 就是这一点大家 我想还是我们现在这里面的人 不光是说法做事情 应该是比较公正知识吧 就是如果不具足这种条件的话 那第一个文化的条件不具足 但是你光是这个人恨正直 具足呢 就是一切都可以了嘛 就是还不惜 就是必须要有一个智慧 因为这个智慧呢 就是能辨别 就是这些是三所 那些是恶所 就是这个三所 也这个非三所之间的这个辨别 就必须要这个搞清楚 如果是不能辨别 没有一点智慧 他经常呢就是随身那个别人 别人说什么的 就是跟着这个别人 那么这种人的话呢 也不算是真正的这个具有智慧的人 就是不算是真正的具有智慧的人 因此呢就是自己还是自己有一个 就像我们这个军会教员当中 所讲的那样的 不依赖别人的 不依靠别人的 自己有这个私密的一种智慧 这是第二个条件 但是仅仅有一个人格 还有一个智慧 就是还是那个也不足够的 还需要呢 就是在后面还需要一个求真实义 比如说是你经常呢就是没有这个 希求真正的真实义的话呢 实际上是也没有很大的意义 就像是一个你把这个塑像一样的 就放在那里的话 你这个社会也不错的 但是呢自己的人格也可以 但是你从来都是不听一个那个科吧 就是经常就是 对这个佛法上面一点都不希求 不希求真实义的话呢 这个也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 那么这三个这三者吧 这三者如果去读的话呢 就是那个怎么讲呢 就是这个文字发起的这个功德 发起的这个德项啊 发起呢具有这种条件的 还有后来很多的这些高僧大德和论师们呢 在这个上面也增加了两条吧 第一条呢 他们对佛法和上师很恭敬 很恭敬的 只有一条 还有呢在上师传授 佛法的时候是非常那个 呃就是专心就是专心智者的听俗啊 就是这个呢就是中共有五条 就是后来的这个文师们 就是加上这两条以后呢 就是中共具有这个五条 那么基督这五条的话呢 就是可以说是这个文字的这个法器 那么文字具有这种法器 这个文字呢就是也可以说是文字呢就是正式的这种法器 那么文字正式具有这种这个条件的话呢 就是我们可以称为是他是这个清明佛法的真实的这个弟子 就是也可以说是真实的这个法器 但是这个法器的话呢就是这样的 这个如果具足这样这个法器的话呢 他就是对这个就是不会这个不便说这个得下为过 就是意思就是说是上师呢就是本来就是具足这个一些功德 但是呢他都根本不会说成这个过失的 意思就是说是就是文字呢具足这些条件的话呢 就是他就是根本不会说这个不会这个编辑呢 就是上师的这个过失的这个过失的 比如说上师呢就是本来就是他去具足这个做法方面的一些这个条件 他那个做法方面的条件的话是也是那个什么那个 这个约承轮士的大事总统也是这么讲的 就是说是第一个呢就是真实武道就是作为一个上师的话呢 他也是需要这个几种条件的 第一个是政治武道呢这个人呢就是很简单 而且呢就是他是这个从见解各方面的就是没有这个趋入这个邪道的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就是第二个条件的话呢就是他那个说法的时候这个 这个说法的时候这个说法的这个内容或者是说法的言词呢就是非常清晰 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他这个所说的这个法语呢就是不索乱吧就是不索乱 这是那个就是前面的跟前面的意思基本上是这个相同吧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他就不希求这个别人的这个名为名养 也不希求呢就是别人对自己的这种财污就是对财污就是 中国这个说法国呢也有五种这个条件 那么这些五种条件本来是那个具足的 但是呢有些这个大象不具足的人的话呢就是反而对这个上师经常这个 这个诽谤啊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成了这个很大的过失 但是你具足的条件的话呢对这个文字来说就是也不会这个成过失的 而且不会成过失的 因此呢就是我们这个文字呢就是必须要这个具足这些这个功德 具足上面所讲到的五种功德 不然的话呢也在这个上师面前虽然这个听出了一些法门 但是呢在自己的这个把上师呢就是本来有功德的 反而这个堪称这个过失的话呢那是这个不合理的 因此一般来说我们自己的这个眼目不清净的原因呢就是对这个上师 和对这个佛陀呢就是经常是有过失就是这样的 你看那个外道这个俗心呢就是他看见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真相 也就是具有九种不庄严的这种抽象也是这样的 因此呢如果自己的眼目不清净的话呢 那么这个上师是这个具足如何如何的得相的话呢 他根本看不成真实的这个功德 因此说呢文字必须要具足上面所讲的这五种条件 如果不具足的话呢那就是他最后就是自己呢 所得到的这个空性法门是不会究竟的就是这个意思 上师呢就是应该知道这个上师的弟子的意乐 就是伟加斯觉得已经讲了 我讲的这些内容呢基本上是都已经说了 意思就是说是那个就是他那个就是 如理如实地知道这个弟子的根基吧就是这个意思 因此呢这个上面所讲的这个 比如说这个八戚的几个条件吧 这几个条件呢很多高僧大哥都是经常应用的 比如说吴光聪在的时候 好像在如意宝座门当中也引用过 做这个游记 游印 这个定理 新方言 世间自无聊 国际在牧尼就是讲这个问题 意思就是说是上面的这个 这个释迦牧尼佛呢在佛经当中已经说了这个 游和游印 还有这个经和经的方便 就是游和游印呢实际上是 就是说这个苦和极 就是这个苦和极 然后经和方便呢就是道和灭 意思就是说 释迦牧尼佛在这个四地经当中 已经讲了这个四地 讲了这个苦极为道就是总共四地 那么这个四地呢 就是时间上的人们呢 就是不懂这个四地的道理 但是他们呢就是自己不懂 因为这个释迦牧尼佛讲得不好 就是在实际上呢 这不是这个释迦牧尼佛的过失 就是就是世界上的人们呢 谈自己不懂的这个过失 因此我们这个观察这个发起呢就是非常重要 如果这个不观察的话呢 这个虽然这个缩则呢就是非常清净的 但是呢就是反而对这个缩则方面呢就是称这个过失的 就是也有这样的 因此呢我们现在观察那个蚊子 观察蚊子的话呢就是如果真正是能观察到蚊子的发想的话呢 那么蚊子对这个缩则的这种教言呢就是不会这个庞全 就是不会呢就是浪费 如果你没有正式的这个很好的观察的话呢 无论是这个佛和这个宗生之间的关系也好 然后蚊子与丧生之间的关系的话呢就是也不会这个长久的 因此这个观察蚊子的非常重要 就是刚才我已经虐说了 现在这个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是 我们在这个这个空心这个法呢 要谈谈的过程当中就必须要先那个观察 而且没有观察的话呢 就像是这个蚊子呢就是没有观察这个丧生也是很危险的 然后这个观察蚊子呢就是没有这个观察蚊子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很危险的大于门前行当中 很多这个这个门殿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为什么呢如果你需要没有这个观察的话呢 就本来是那个说罪的这种这个发药是非常清净的 就像是释迦牟尼佛这个所说的这个发药的话呢就非常清净的 但是的话呢他这个门子呢自己不具夺法想的时候 就想把自己的这个分别脸呢就是染成那个佛的这个教言 就像大家看里面讲的这个无痒呢就是自己这个吃了这个不精这个粉 然后呢就是不干净的对呢就是插在那个干净的地方一样的这个 自己本来呢就是根本不懂这个佛法的意义 然后呢就是反而这个说成这个法不好没个法不好 现在魔法时代也是这样的话大家都非常清楚 我们这个有些大圆满和大同感的法是非常深深的原因 有些人呢就根本没办法那个接受 没办法接受的时候自己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呢就是说 这个法不胜啊好像是我没有这个到达正式的这个联想啊 就是说一说这是写法啊就是这样的 自己没有这个感受到这个法的这个真正的这个神奥的意义的话呢 那你这个所说的这个法是不一定是这个怎么说 就是写法就是这样的这种风筝是非常多的 那这里呢就是已经讲了 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四地经》当中也是这么讲的吧 就是释迦牟尼佛在那个《四地经》当中也是这样说的 然后呢就是从真正的意义上面来讲也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现在世间的这个乌云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油啊 这个油呢就是这个是那个苦地 然后这个油云呢就是说是这个苦地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基地啊 基地呢就是这个山啊这个坛城池啊或者是这个烈和烦恼呢 就是苦地成为基地 然后这样的这种这个基地或者是基地和苦地呢 就是我们必须要这个端粗要端粗的话是现前这个灭地和烈恼 那么现前灭地的话是依靠什么样的方法呢 必须要啊依靠这个八僧道志就是也可以说是道地啊 就是依靠道地来这个灭灭出这样的这种这个不清净的这个七十节和油七十节的苦地啊 就是苦地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就是说经当中就是 虽然把这个道理呢讲得非常清楚 可是实际上的有些人们呢就是对这样的这种四地法门就是真正能了解没有呢 就是没有了解 而且他们呢就是说是这个释迦牟尼佛 因为他自己的这个文字修行的这个智慧力量不高 因此呢就是他自己没有通到这真正的这个四地法门的这个梅寒 然后他们所说啊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是好像不能这个先前的 再来就是他讲的是并不是很深入细致的 就是当当就是也有很多这个苦手的啊 在实际上的真正能当中孤单也是有的 现在也是有的吧 现在也是有些说是释迦牟尼佛说的都是不说很好的 我的这个法门就是非常好的 然后这个四地法门我们这么修处的话 是也得不到这个尊部啊 就是也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这种下手 那么像这种人的话呢 实际上是就是我们真正去观察的话呢 释迦牟尼佛就是真是这个说讲到的这个道理呢 就是不过世纪道理 而且依靠这个四地法门的话 是成千上万个 就无数个众生已经获得了真实的这个奇灭的过问 就是这一点是没有任何怀疑的 那这样的话是这个我们旁观在就是真正去观察的话呢 这是这个释迦牟尼佛没有这个说到的过失 还是这个文哲的过失 这个我们可以观察 观察的时候当然就是得出很好的一个界限 这并不是释迦牟尼佛的过失 就是这个文哲 他自己没有了我这个四地的法门这个过失 因此呢就是这个呢就是也可以这么讲 就是用这种比喻方法来说也是可以的 或者比如说是有些狼人呢就是他看不见这个阎光 然后看不见阎光的话呢就是他还是愿那个阎光 就是到底是阎光的过失 还是他自己的这个过失呢 肯定是他自己没有这个双目就是双目这个生命的过失 真正来说是这个阎光就是没有过失 就是同样的方面就是我们这个文哲呢 有时候是正是自己这个阎目不清净的时候 就是好像所有的上师呢不具足这个法相啊 就是所有的这个法门呢就是对你来说是不这个相应不肃成 这时候呢就是自己应该好好地忏悔 把自己的言语应该这个消掉 不然的话来自你的言语没有消掉之前的话 你可能就是一直看不到这个佛法的真正的这个光芒啊 因此呢就是首先自己应该具不具足这个真正这个文殊空性法际的条件啊 就是自己应该观察 这样观察之后呢就是 然后对这个所有的上师和所有的这个法门呢 就是也应该有个恭敬心来这个解锁 否则的话呢就是自己得不到真正的这个法语 就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是我们这个弟子也怎么说 就是上师之间的这个关系 尤其是这个弟子呢就是要具足这个法相 具足这个法相的话呢 具足这个法相的话呢 你再这个这个啊啊 这个依靠佛法来就是得不到很大的意义 因此希望你们也是 我是这样想的 现在韩帝的佛法确确实实是非常那个 有时候看到还是比较这个 因为已经成了一种形象上的就是 就这样的话呢 我们现在这个上师主义宝的这个价值 已经成了就是这样的这种这个佛教团体 最近呢就是看你们这个很多人的呆诵也好 这个文化时代来做是算是比较可以的 因此在这个韩帝针对对韩帝的做法来做 还算是可以的 那么以后的话呢 希望你们这个回到韩帝以后呢 就是也不要这个 这个其他的就是很多这个事情 那个事情监修寺院啊 就忙碌这个事情和那个事情 这可能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的 如果你们有论你的话呢 还是这个尽量的这个度化众生 度化众生的方式呢 这个我想最好的是这个将近做法 就是将近做法 如果你真正就是对任何人都不接受 就是好好的闭关的话 这一点是可以的 但是我相信你们在这么多的人当中是 百分之这个可能一两个人都是不一定做得到 就是现在在魔法时代的时候 真正你这个闭关近修的人 我相信你们现在心里面的 很多人都像是我以后好好的近修 但是你肯定近不了的就是 我看你的这种这个身体的自己 你这种人是可能近不了的 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实在是近不了的话呢 还是好好的那个会转法论 转法论的话呢 我们这个汉字之中第一次当中 当然这个去堪布堪木名字呢 就是也不是很多的 但是没有去堪布堪木名字的话呢 对我个人来说是 还是开许你们这个转法论 就是虽然你没有得到这个问题 但是你又不要这个借给他 看不给我转法论 就是我也给你就是讲一个拓干法 就是 真是你这个也不要夸得很大 就是你就修行呢 就是讲这个儒菩萨行论 然后就是这样两三年当中 你好好的讲 然后两三年当中 如果觉得还是有点的话 你再看看那个圣一年的话 修行呢就是多讲一下那个 像儒菩萨行论啊 然后是那个大元门前行啊 像这些就是四代论啊 这些的话是不管这个 人人都可以这个听的 因此你们这个意思 回到他们的意思的话呢 就是也不要这个 我想很多人的肯定不一定有能力 但是有能力的话呢 最少也是这个三四个人也是可以的 就是他们这个太一点这个智慧的话 就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在这个时候 你还是好好的观察这个罚气 不然的话 你不观察罚气 随便就是在这个这个街上 那个找到一个人的话 要不要我给你穿一个空心吧 这样可能就是不一定方便 就是看看他有没有这个信心 就是如果有信心的话 所以我今天呢就是开训 就是让你们读这个转法论 以后可能是你们说 看我已经什么时候 已经给我这个开训了 就是我要给你转法学习啊 就是把我对你来听法 就是开始打广告 然后是这样的 这是那个现在转法论很重要的 现在我们这个 如果不知道你们这个 有没有前世的因缘 前世的因缘没有的话 就好像是两三天转法论 就是然后呢就是可能就是不究竟 就是现在我们藏地的话 是很多佛学院都已经这个就没有了 就是可以说的以前呢 就是像那个班城那边有个佛学院 族城那边有个佛学院 现在好多佛学院都已经这个就没有了 就是所以这个尤其是从高僧大哉也好 就是尤其说法论的话 它有一个欠世的因缘 就是没有欠世的因缘 就是没有欠世的因缘的话 今天你这个色色一百个地址的话 就再过一个月的一个地址也没有 就是可能会是这样的 但也许有这个欠世的一些因缘的话 所以我相信你们这个 这样这个情境界里的话 是智慧呢还算是不错吧 就是现在涵地这个很多这个众生呢 就是真的对佛法的这个 起码最根本的道理都不懂就是 因此呢 就现在这个涵地一些众生的这个根基来相对的话 看你们在这里还是训练很长时间了 就觉得还不错的 但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前世的因缘 因此呢 这方面大家好好好的想一想 不要说我自己的要救度化 我自己的马上成就不要这么想 现在这个还是要发心度化众生 下面就是这样的第二个问题吧 讲成立论者是一切者 本二就是第二个 然后别者是相互大师 只有佛陀呢 其他的大师就是相互大师 加佛佛意思是 第一个问题就是分散 就是随于摧毁极之空性教义 因此换析性 摧毁一切这个世间浪会的 这个空性这个意义呢 非常甚至 应该我们这个空性意义 生起换析性 除佛正法外 其余无有解脱的原因 就是佛所正法因为这个解脱 其他的没有这个解脱 与佛所说之生意 生意法意 生起定戒之方便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是这个空性的话呢 就能摧毁一切之主 能摧毁一切痛苦 我们应该这个生起信心 对空性方面 还是有一点这个信心 对空性一点都不生起信心 然后全是喜欢那个知识 就是这样也不是很好 下面那个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释迦牟尼佛说 释迦牟尼佛所的这个法门当中呢 也有这个增上意方面的语言 也有这个就是 决定身方面的这个语言 所谓的这个增上意呢 就指的是 现在我们这个什么人天福报方面的 然后这个就是决定身 决定身呢 有关这个涅槃空性方面的法理 但是在这里对方呢 就这样说的 他说是 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这个语言的话呢 增上 增上意方面的这个语言呢 就是非常的这个清楚 也是很广啊 但是他这个所决定的 怎么就是 这个决定身方面的这个语言 也就是说是空性方面的语言吧 这个空性方面的语言呢 就是 也不是已经这个破坏了自己的语言吧 如果这个决定身方面的语言 都是空性 空性 如果空性的话呢 就是不可能是这个 什么就是增上神的这个 比如说我们这个修训啊 然后是 就是 世俗级方面就是 有关这个存在的这些法呢 就是增上神方面的这个语言 然后决定身方面的语言呢 就是空性方面 那不是这两个都是矛盾的吗 就是不想是不是已经摔毁了 就是 如果是增上神方面的语言 对的话呢 就是那空性方面的语言不对 如果空性方面的语言对的话呢 那增上神方面的语言不对 就是到底这个是不是 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这个法呢 有自相矛盾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我不是 就也可以这么做 然后所以说呢 就是我们都不愿意 这个解释 释迦牟尼佛的语言 就是因为他呢 有自相的矛盾 就是因此呢 我们对这个空性方面呢 就是也不计攻击 也不愿意去修这个空性法门 就是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下面这个 增强人士说 蛇者又蛇主又涅槃 邪宗作空虚 真空破一切如何必不行 他这里说 蛇主又涅槃 邪宗我们的空虚 这个不管是外道也好 雷教也好 就是 这个射一切诸法 最后得到涅槃 就是这一点呢 就是邪道也是共同承认的 就是射主 因为那个苏隆瓦道和森林外道也是 最后呢 就是他们也承认有一个涅槃的解脱 但是这个解脱的时候呢 就是也设起现在的一切现象 就是这一点就是你们有这个 比如说骷髅啊 就是盘旗呢 当当世俗的这些现象的话 是全部涅槃 就是这一点你们这个 卸动也就这个承认了 就是 你们卸动也承认的话呢 那么 释迦牟尼佛搜索的这个空性 是不能涅槃的 为什么不能涅槃呢 整空破一切 因为这个空性呢 就是能破一切 就是所有的这些这个制作 所有的痛苦都全部能破掉 那这样的话 如果不不行 你们这个为什么 是对这个空性 都生起唤细心呢 应该自己生起唤细心 因为我们这个佛教也好 就是你们外道也好 就是共同承认这个 单独一切这个苦恼制作 然后苦恼制作的话呢 就是唯一的对这种方法 就是空性 这个空性这个设计以外的话呢 那这个其他的 跟这个诉讼的方面 也是在整个世间上 也是找不到的 因此呢 就是你们对这个 这个空性方面呢 就是不单 这个对他不生起新鲜 而且还生起一种恐怖性 或者是生起怀疑的话 这是很不合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空性呢 就是凡是这个我和我所 但是这个人物以后 菩提加劳 琐瑟的一切万法呢 全部断除啊 全部断除 所有的这些制作呢 就是全部归让断除的 因此他能断除一切分别的话呢 那么这个为什么是 这个不如这个依止他呢 这个佛经呢 就是也一定用了教证 但是这个你们自己理解 都可以因为世间关系 我就不光说了 啊 所以那个约成人士的 什么这个大书当中 也是这么说的 他说是智者呢 就是了到这个空性以后呢 就是以智慧或呢 就是造尽一切贪嗔 贪情 诚信 痴信 以及这个阿曼当的一切优法啊 就是所有的这些优法呢 全部都断掉的 因此说呢 这样的这个空性呢 就是你们白道也是为什么 都是个生气欢喜性 就是这样的这种空性 是真实的一种感动了样 就是我们应该这个 医治它 医治它的话呢 能这个潜伏我们这个 无始以来的一切痛苦 而且呢 我们这个宗派和见解上面的 一切这个外向的制作 就是因此呢 就是我们这个非应该舍弃 你们也是好好的这个修空性 就是不要这个说什么 其他的法门了 前面就是说那个 除不正法外 其余无有解脱的原因 就是讲这个道理 那么他这里说说 那么你们这个佛教也是说 这个 骷髅坦诚当一切要色弃 那么外道也是这样承认的 这这样承认的话呢 那么你们这个佛教和外道 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就是没有什么差别吧 就是都是一样的吧 有这样的一种疑问的话 前面就跟前来说 他这里说 不知色方面 无有能色能其色 事故目凝所 欲当无力盘觉 他这里说 这个外道的话呢 就是根本不知道这个色弃的方便法 就是因为我们要断除贪嗔痴 一切执着的话 必须要有一个方便吧 但这个方便法呢 就是他们都不懂 所以呢 他们都没有这个真实的 这个能色弃的这种方法 就是能色的这种智慧 和能色的这个方便法呢 就是很这个缺少的 因此说呢 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佛经当中也说 这个其他这个外道的话呢 这个没有正式的解脱道 就是说的这个利益也是这样的 就是 就是并不是释迦牟尼佛 说说他自己人类 自己的这个宗派很好 就对其他这个宗派呢 就是生起一种伤害性 就是说是其他的不好 我的宗派很好 就是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由他的智慧 来真正去观察的时候呢 就是其他的的 专出这种智慧呢 有些是依靠这个午后 就是有些呢 就是依靠一些这个 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卸行变法 比如说是像是下刹痕啊 或者是依靠一些酷刑啊 这些方便呢 就并不是真正这个 这个断除烦恼的方便法 但是实际上牟尼佛呢 唯一的依靠这个空性 这个甘露苗养 唯一的一些积累质量 就是智慧和什么这个福德 这个双影的方式呢 就是断除我们无始以赖的 这个卸着卸念的 因此说呢 就是这种这个动态的话呢 这个这个 跟其他任何动态的话呢 这个是不同的 因为其他动态的话 他只有在他的这个意乐上 或者是他的这个心思上面 是愿意这个设计 在实际操作上呢 就是肯定就是没有这个正式 这个操作呢 是工作室的一个意愿啊 我认识还是有这个方便的这个意愿啊 所以说呢 就是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呢 就是具体有什么样的采取 就是什么样的方便方法 就是这个 他们呢就是没有这样的 这种方便方法就是 因此说呢 他建立这个 释迦牟尼佛呢 就是也是这么做的 就是他说是那个 就是此事那个出沙门过去 然后这个次事呢 第一沙门过 次事第二沙门过 次事第三沙门过 就是他所说的这些沙门国位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什么 余尼无国啊 依赖国啊 无赖国啊 就是最后阿罗汉国位 那么这些的话 一块释迦牟尼佛的这种对着方法的话呢 能获得就是在这个四个 这个沙门四国吧 就是沙门四国呢 就是很圆满的能获得到的 但是其他的这个来到这个论词的话呢 就是无有在这个沙门四国 这是佛经当中也是这么讲的 因此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这个谜译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除了佛者以外的话呢 其他这个宗派当中呢 就是根本没有这个 这个什么方法啊 就是没有方法 一个方便的方便看那个宝门能 就是我记得宝门能当中也说 已经说什么 啊就是 就是地那用佛的 地那之那地呢 好像那个也有这样的 歪道和这个 歪道这个 这个由宗和 歪道当中 所有的歪道和 所有的歪道和 有些说是你的由我 有些说是我 但是真正要问他们的话呢 就是唯有这个 世上的佛的宗派呢 就是才有这个 贯述我的这个唯一的方法 这个方便的话呢 就是看那个 桌面好像这个地方很相合的一个交通 就是可能照得到就是我现在没有时间 但是这个意思呢就是我在这个 什么以色列有一点记忆就是 方便的话 在宗派方法论里面 可能是对这个方面的这个意义呢 就是很相似的一个教证就是 看我的这个流定的智慧当中什么 显现这样一个 这个教证就是 这个你们方便的时候照一下 这个佛法的内容呢 就是这些甚深也是很隐忍的 这样的意义呢 那我们应该对这样的意义 应该生起一个很先进的定性 很先进的信心 那么这个呢就是有个方便法 就是什么样的方便法呢 就是我们下面可以这样讲吧 比如说也有这样一个疑问 假设格斯波托和一切智慈 那么一切智慈的话呢 就是他应该能知道 就是一切万法的这个分享 以一切万法的明眼现象 如果以一切万法的明眼现象知道的话呢 那佛陀为什么是没有说整个世界上的 比如说围城的树木啊 或者是大地的床主啊 以及其他的很多事情为什么不眷属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拿入狗呢 就是有多少个围城啊 就是有多少个围城啊 或者是我们这个 怎么说啊 就是已经回程中有多少个围城啊 就是这些为什么是没有这个选择呢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下面呢 正前论词就是回答说 佛陀虽然是一切智慈 但是呢 不一定要他的佛经当中 每一个万法的悲心呢 就是说出来 通过有些道理呢 我们知道这个佛陀就是偏持 就是这样的意思 下面说 若也佛说所 神是一身也 可以无相共而生决定其灵 这个词面上就是比较简单 因为前面可能是一凭以上呢 各所将这个空性就是破百道 这个现在呢 就是可能这个也宗教师拜论 就比较好动啊 就是好像每一个诵子都说 就是不管是背诵也好 或者是说是 如果这个与这个佛所说的深深的意义呢 就是有些人呢 就是生起怀疑 就是认为是这个佛陀不是骗子啊 就是这个佛陀所说的这个法呢 就是不究竟啊 等等就是 有些人的话呢 就是对这个佛陀所宣说的法呢 对这个佛陀所宣说的非常深深的道理方面的话 也生一些怀疑 但是这种人呢 就是没有必要这个深怀疑 为什么呢 你如果稍微有一点智慧的话 你这个看一看这个佛宣说的空性的道理 一看到这个空性的道理以后呢 你对自然而言这个佛陀的教育 或者是佛陀呢 就是深深深的意思 可以无相控制 你可以依靠呢 就是无相的这个空性方面 就是佛陀所宣说的这个也这个空性方面 而正确定性 而你的相机当中一定会是正起一个确定的这种心性 在那个相机当中呢 一定要生起定性 而因此呢 我们也是怎么说呢 就是应该对这个佛陀的教言 对佛陀的这个佛法呢 就是真正要生起坚敌不一的信心的话呢 多看一些空性方面的道理 真的有关这个风管的一些空性方面的道理 我们多文字的话呢 逐渐逐渐拒绝着这个道理的话 那么现在的世界上的很多人是根本没办法这个了解 也没办法宣说 就是所以就自己的相机当中 自然还能生起一个很强烈的这种这个信心 这个意思 那么下面呢 我们可以这个光速就是这个光速 这个光速就是对方呢 就是刚才说的佛陀如果骗子的话 是为什么是不做一个一切这个奇事界和仪性世界的量吧 就是它是这样的 但这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很容易回答 就是一方面呢 说这个佛陀呢 在这个佛陀的这个各个不同的佛境当中呢 也已经宣说了这个奇事界的很多的这个 比如说这奇事界的这个虚弥山的大霄啊 然后这大海的这个狂躲啊 就这些的话呢 在这个对方境当中就是也有这个宣说的 还有呢 我们这个这个这个三界轮回吧 就是比如说这狄语恶鬼 还有呢就是余界色界无色界 那么色界呢 就是有多少的天界 无色界呢就是有哪些这个天界 然后我们这个人间的话呢 就是属于是哪些方面的这个众生 而且每一个众生呢就是不同的这个 他们的感受 他们的宿命 他们的痛苦的这个方式 这个大道就是这些都宣说的非常这个清楚 就是另一方面来说的话呢 佛陀并不是没有宣说的 已经这个宣说了 就是你看天人的这个 这个佛的这个数量是多少 我们人间的这个佛的这个数量是多少 就是这些意义的就是 好像任何一个科学家都没有让说了吧 真正终生那个心里面的烦恼的分析啊 终生的这个数目啊 他的这个 普通的这个根基方面的一些兴趣爱好等等 就是这些的话呢 任何一个科学家和文学家都没有这个说过 因此说的话呢 就是这个一方面呢 就是这个佛陀呢 就是这个佛陀呢 就是并不是没有这个宣说的 但是有些地方的话呢 比如说有些这个 我刚才所讲的那样这个 就是微称的数目啊 或者是属爷的数目啊等等 这些的话呢 就是也没有必要这个宣说的 佛陀没有必要宣说的话呢 通过这个佛陀呢 就是他已经这个 就是没有依靠任何其他的这个教理 但是依靠他自己的智慧里面 就是宣说这个 这个生生空性的道理 以生生空性的道理呢 就可以推着这个佛陀是一切天之 就是一切之之 因为呢 这个空性道理的话呢 就是任何一个三父人呢 就是也没有办法 正是这个衡量的 不要说是三父人 甚至于一些大菩萨的话呢 他也无法这个 这个如理如实的宣说 这个空性的道理 因此这要这么深奥的 这么引力的东西呢 就是佛陀都是一一的 能这个宣说 这个以他的这个智慧面前吧 就是今所有知 和如所有知面前 如何显现呢 就是能如此宣说 如果他如理如实的宣说 这个空性的道理的话呢 那么这个其他的 比较简单的道理呢 当然就是没有什么这个 这个困难了 就没有什么困难了 就像曾经包住人 当作一个地域吧 比如说 外面的这个 很远地方的麻烦能看见的 看见的话呢 这个眼前的什么 就是麻烦看见孙子吧 就是很远地方的 那个麻烦能看得见的话 只能很近的那个孙子 就是为什么看不见的 就肯定能看得见的 同样的道理 非常深圣的这个空性的道理 的佛陀呢 就是给我们这个宣说的 非常清楚 尤其是这个余观母欧方面 就是人文欧和道理欧方面的 这个道理呢 就是这个总般若 大般若 然后这个三般若吧 就是三般若当中 就是大概是有十二汉吧 就是我们当中是十二汉 就是班若波隆一斗 那么这个十二汉般若当中呢 就是已经这个宣说了这个空性的这个道理 就是那么整个圣的道理 就这么这个男的道理的已经给我们 就是讲到非常清楚的话呢 那这个身份的 就比较这个 其他的我们觉得在世界上 比较这个怎么说啊 就是对我们觉得说有点这个困难的 不管是从实践方面也好 物体的奔向方面也好 或者是从事物的分析方面 就这些道理的话呢 就是佛陀肯定这个 以如理如是的这个宣说 就是这一点呢 就是没有任何困难 就是没有任何困难 因此说呢就是我们 就是依靠佛陀的这种教育 就是依靠佛陀的这个空性道理呢 应该就是知道是 这个佛陀呢就是一切之者 在整个世界中呢就是唯有的这个一切之者 因此呢就是佛陀这个 既然有些道理的话呢就是没有宣说 但是没有宣说的话 实际上是佛陀的其他的这个教育呢 就是可以推着就是每一个 法的奔向呢就是已经这个了知了 因此呢我们也不应该这个 对这个佛陀这个正起欢迎 也不应该呢就是佛陀 这一点是任何道理就是没有的 就是这个佛陀的智慧是非常顺的 所以我们那个有些这个 如果觉得是佛陀的这个智慧不对啊 就这样的话是真是很愚痴的一种行为吧 然后佛陀真正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当中 是粮食佛陀的这个 这个有关这个佛陀为粮食佛的道理呢 就在陈浪人士和八成人士的这个 隐灵当中呢就是有再三的这个强调 就是我们这个衣服呢 方便的这个也是可以这个学习啊 就是可以学习 因为这个佛陀的真正的这种 这个隐藏意义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 先粮 必粮 教粮 以及呢就是就是 就是用各种粮来就是在这个制造这个 这个这个先粮当中呢 余教粮也有时候可以包括 余教粮呢就是一般的我们这个 世间的这个粮和余教粮就是可以这样 中二年之呢就是我们都这个 这个有时候认识啊 这个佛陀这一件事为什么没有现实啊 就可能我们有些人生起怀疑 就是生起怀疑的时候 你自己笑一笑 就是现在这个佛陀给我们贴贴的 这个空性暴力呢正是很深的 这个都已经能够能够说得出来的话呢 那么这个其他的简单的 一些世间法方面的问题就是 就是佛陀就是肯定能做出来 一般来说我们这个佛教的了解的故事很多 如果真正了解的话呢 佛陀这个智解或者是简解 或者呢就是以引力的方式呢 已经这个宣说了 就是有很多道理的话呢 虽然没有智解说 但是他以简解的方式来已经这个宣说过 有些呢就是以隐藏的方式来一定这个宣说过 因此说呢就是我们自己就好像是 只知道是一年的佛经 就是在这个佛经当中是没有文件的话呢 就是不能认为是佛陀没有说 或者是佛陀不知道 就这样的话不是很好的 第一个呢我们知道是这个佛陀的 这个三千大建设之间呢 真正的那样 真正的这个大智者 如果有这样一个大猩猩的话呢 我想是逐渐逐渐就是随身佛陀的这个智慧呢 就是也是这个越来越正常 想让我们这个讲那个坎波尔冲的那个象律里面 就是他这里一个地域 就是佛陀呢 就像是那个三朝的意思一样的 三朝的意思的话呢 就是他如果那个他的这个冰人的这种冰情呢 就是能挣扎 而且呢就是也能这个对人逍遥 就是同样的道理 就是佛陀呢 就是完全了知众生的这个根基 因此呢就是他先锁了这个四地方门 这个四地方门当中呢 就可以让一个人呢 就真正要称呼的话 就完全就是在这里可以 这个所有的法门都可以包括 因此呢就是佛陀呢 就像是一个三朝一四那样来利益众生的 这样讲的 下面呢我们讲第二个问题吧 就是明别则是相似大色 那么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除了这个佛陀以外的 其他的这些本色的话呢 就是都是相似的这个本色 就是相似的智者相似的本色 实际上是并不是那个很精通一切做法的意思 那观现上游王之后定为虚 足以必发心 敌狂忠无疾 忠无疾 是吧 没有 今天那边好像是 盖一下可能好一点 我最早张伟他呢 还是看几点了 我可以 就已经那个说是 他这里观现上游王 就是观现上游王的话呢 那么这个其他的这些来到的大事啊 时间的这些智者啊 他们的话呢 就是观这个现实 现实等于现在的这个事情 就很简单 这个现在的我们七世界 和游秦世界的道理的话呢 他们还是有网的 就是有那个迷惘的 可以说是迷乱的 他们还并不是很精通的 就是观现这个 年轻的这些事情的话呢 他们都还是比较模糊的 那么游义更不足 就是游义是其他的意义 就是其他的身份的意义呢 就是更这个 就是怎么说啊 就是盲俑 就是根根不足吧 就是游义更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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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游义 就是其他的意义呢 就是根不足 就是嗯 嗯 意思就是说是 这个现在这些世界的大智者 世界的这些人的话呢 对这个现实的很简单的 这个眼前的话呢 还是比较模糊的 就是盲目 就这样的话呢 这个其他的意义 就是更加这个 比较深深的 这个像因果方面的道理啊 来前世和后世方面的道理啊 或者是一些 这个更深深方面的道理的话呢 就是其他的科学意义方面的话呢 就是根本就是在根尾不知道的 因为他那个 对很简单的道理 就这么一个灵活 好像是 我们一些人是这样的吧 就是对简单的问题 处理的时候 就是好像这个很困难一样 就是比如说 我们今天那个挑事 就是挑事的时候 今天我去挑事 还是不去挑事 就自己人是非常烦恼 就是很痛苦就是 就是这个讲 这么简单的问题的时候 还是很苦恼的话 你觉得大的问题 就是根本没办法的 同样的 就是这个 其他的这些本事的话呢 现在这个一般学院的年 他们都比较模糊 这这样呢 就是跟真正的法师 就是没有办法 这个真正的熬制 因此说呢 如果我们这个 依靠就是这些人的这个二性 就是依靠这个白 就是外道的这些人这个性色 那这样的话呢 就经常已经这个迷惑到 就是他们呢 就是把你已经这个欺骗了 可以说是 这个永远都是 你呢 就是在这个期况 已经在这个 这个没有一个机会 来讲 得到这个政治真减的事 就是 就是 就是我再三的这个做一下吧 就 不知道我这个是连锁 还是广锁的 我自己也分不清楚 但是呢 你们还是能分得清楚吧 意思就是说是 刚才那个 就比较简单吧 就是 因为这个白岛学校上的 这些知识 一些白岛的这个文师的话呢 他们对眼前的一般 比如说 我们这个七十阶的这个终身的雷队啊 或者是这个神明的客规啊 像这些文师方面的话 他们都根本不是吧 就是 我们通过那个学习了 活化了以后 再继续把阿姆里的终身的 神明是很客规的 就是这些呢 你们都可能这个有所认识的 但是 以前其他的这个实际上 是公众生人 这是大者家 这是大人物 那么他们的话呢 就是对这个神明的这个客规 或者是 是我自己嫁的啊 但是呢 我还是很像那个 讲一讲这个 这个神明的客规 每天就是这样一次的话 可能对你们这个继承当中 也有一点这个意义 对很多东西呢 也有意义 那么这些道理的话呢 真的那个现在实现上 很多这个大智者的话呢 就是根本就是 不知道就是 每一个宗神的生命之助 但是这个问题呢 就是比较艰难的 但是 这是我们一般的一个名言 来这个衡量的话 这是这个很艰难的 就是你只要学一点 入菩萨心的 或者学一点点东西就可以了 但是呢 就这一点就是 他们就是有望的 就是他是这个 一点都不知道 就是觉得是非常困难的 那何况就是 真的对这个 这个生死的因果方面呢 或者是我们这个 什么就是 三牛三宝 恶有恶宝啊 或者是 比较畜想奥秘的 这些问题方面的话呢 那他们都更加这个 幅度更加这个 就是渺茫 就是也可以说 这一点就是 不能这个了解 他的这个本性 就是不能知道他的本性 因此说呢 就实践上的人们也是 最多这些歪宝 就是最多这个 具有这个居身无名 或者是偏激无名 或者呢 就是他们 因为这些歪宝的话呢 大家都知道 就是他们这个 这个床里 这个床里的这些动态的话呢 都有很多这个严重的邪道 邪者和邪见的 那么我们这个 随着他们就是 就这样去的话 就永远都是在这个 三界人会当中 就是逃不出来的 就永远都是已经受到这个地方 因此呢 这个我们这个现在呢 就是有了这样的 这个真着真着的可能 大家都是 也应该把自己的这个 这个间接稳固 尤其是我 像我们现在这个 这个背诵四百人 就是这个 真是很有必要的 如果你自己下一定的功夫 你自己的姓名 尊其一个 就像我们这些 冰箭包装的当中 江湖那样 起了一个很坚定的这种 这个信心的话呢 你会对这些歪宝 就是根本不悔欺贴你的 不然的话呢 好像你 就是今天去一边管警 然后办一个皈依证 然后连一边关于行政 明天呢 就是一个华人工 或者是中国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 这个提供 或者其他的歪宝 就是说 我的法案是我的 你们来参加的话 是我很欢迎的话 你所说到的法 就是不属性的 马上就去准备参加 所以我觉得 这方面的话呢 就非常这个 担忧就是你们呢 应该这个 多花一点时间 就是多下一点功夫 然后呢 在自己的这个 相续的政见 就是一定要稳古下来 就这样的话 以后遇到这些人 也是不够这个信任的 以前那个当地吧 就是当地那个动漫 就是在文革期间的话呢 一般是人比较稳古的人 就是都没有这个 对这个非凡三宝的人 就会出现得很少 但是 人不太文革的 就是经常是 替别人的这些人的话呢 发现那个 当然还没有开会 就是这个 可是下面就是开始说 啊这个 释迦牟尼佛不俗生啊 三宝不俗生啊 开始 因此你们当中 有些人可能比较文贵 就是现在已经出了家 或者是现在已经 虚了过久 已经建立了信心 就这个 可能不会变得 但有些人呢 就是不适合文贵 别的色彩那个 都马上去这个 去行行就是 这种人呢 就是一定要好好的 背诵四百伦就是 好好的这个 打下一点 寄出不散的话 一旦神针这个 随着这个 来到的话呢 那始终是没有这个 解脱的事 对于这次解释 他还是这么讲的 就是说是这个 欲求解脱 这个安稳的这些人的话呢 那么这个 应该 远离颠倒 解脱的这个 善事啊 就是这些这个善事 应该呢 就是这个 恭敬的 要输出这个 武老的这个 本地比较明确的架法 就是 意思就是说是 那个 想言以解脱的这些人的话呢 一定要 不要这个 接近这些 陷阱来到 一心一意的 在自己的相续当中 要这个 打了一个很那个 好的这种见解 也可能是 也是这么讲的 他说那个 比如说到堡主 有些大商人 也到了那个堡主 他就设起真正的如意堡 然后呢 去一些架的珠宝 然后犯回来 这是很不宜密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就是 在南载部 就获得了 人生的时候呢 如果设起了 释迦弘佛的 像如意堡一样的作法 然后呢 就是行刺 崴岛的 相似的这种堡主的话 那就正是划不死 很可惜的 就是 悦成人士呢 他也不是这样讲的 这个话呢 大家都也应该记住啊 这个悦成人士 所讲的这个地友 虽然还是很甚的 我们那个 现在已经得到人生 但是呢 摄起这个如意堡 然后就是去除一些 这个外道 或者是其他世间的这些见解 来为自己满足的话 正是这个保祖所说的 因此说呢 你的见解呢 就是一定要满足 这是那个 中观四伯能给我们讲的 这样的主生的教育 是 是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